完杯子里,真的是太萌了,快来看看它们是怎么种进去的吧 准备一点点调好的树枝黏土 如果你的手指头不太听话,那就尝试一下这种萎缩模具吧 只需要把黏土放进去按压就行 做萎缩版的,直接用最小的两个,等待一两分钟就能脱模 用尖头工具挑出来,小小的就像一粒芝麻 趁着黏土还没干透,多做一些 然后把它们组合在一起,顺时针粘两圈 一颗小多肉就做好了,再来做几个不同品种 熊童子,石莲花,生石花 还有仪女星,用水彩给它们上一下色 仪女星的顶端,涂一些红色 熊童子,涂棕色 生石花涂棕色和橘色 在小杯子里,加入碎砂石,铺平枕后,滴入透明滴胶 用牙签混合一下 小心地把多肉撞进去,整理一下形状 再撞下一颗,制作方法和步骤都是一样的 最后,这个海螺的直接涂地胶就可以 把所有的多肉,一起放入紫外线灯下固化 把它们固定在一个亚克力底托上 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,排好对 一个精致又可爱的多肉组合小百件 就做好了,你还种过哪些多肉植物? 快来评论区分享一下吧